今天咱还没睡醒 阿亮老师就带着一堆电线工具闯了进来 他头两天来了一趟 说咱们这电线什么的有点不太保险 尤其是空调 所以就趁着今天有空来给咱们收拾一下 还给咱们美滋滋的带来了大包子 说起来咱们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过睡醒 就吃饭的经历了 更何况现在没睡醒 根本没睡醒 我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大家伙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区别 阿亮来的后第一件事 就是跑到了咱们的豪华独立卫生间 把热水器的水给放了出来 这算是他的职业习惯吧 因为他现在平时有在做那些家政清洁类的工作 就是接单上门给人打扫厨房嘛 主要是 而且他还有电工证 可以干一些那种零散的小活 附带前行的人嘛 能多挣点就多挣点 会的多一点生活就多采一点 咱们就是会的少 只能坐在旁边不碍事吃包子 今天他来弄呢 主要东西就是呢 把这个电线往空调上面接一个插座 然后再搁我们的大电视旁边引过去一路线 这对于精通各项家政技能的阿亮来说 简直就是搜医的呀 美滋滋 电路上面的问题很快就弄好了 因为就是沾几个线槽嘛 然后引一路线过去 这很快 现在咱们的空调就已经可以正式安全的使用了 但还是由于他家政清洁方面的职业病 非得要把空调再清洗一遍 而且还要打扫咱们的卫生间 我说不用弄 他说他看的难受 后来我是发现了 这哥们他是喜欢刷厕所啊 不瞒大家说 其实我也喜欢 这个清洁材料是盐酸 就把它给浇进去 会提很多泡泡 提泡泡那个过程 因为人家是专业人员 自己在家买点什么清洁 一用一用就行 没必要使这玩意儿 万一痛不好弄手上了 那么算麻烦吗 没想到吧 就算是刷厕所 也得是树叶有专攻 隔行如隔山 阿亮的马桶刷的 确实好 让他在这儿进行一点收尾工作了 咱们下午还有事儿 得出去一趟 工头老王那边 说给咱们介绍了个活儿 下午过去找他见面聊一聊 毕竟主线任务还得做 日常剧情还得过 再说了 这年头出来混呢 谁没点故事 谁没点账呢 不想拿这件事情做油头罢了 我向来对外面就是报喜不报忧 说自己都是过得好 比起过得差 我更怕让别人看我的笑话 体面知道吧 咱里体面 吸引力法则听说过吧 天天见谁都哀声叹气 诉苦连天的 那坏事一定得找上你 所以少他妈抱怨 多他妈干 没有一个困难是你哭能哭过去的 跟黑心工头老王这边 简单谈了谈 后面这个活儿 看看情况再说吧 到时候如果能干 就给他妹子的接下来 不能干也无所谓 往后机会多了 和困难一样多了 该来的走回来 回来后阿亮已经把东西全部收拾好 人也去摆摊了 这就是阿亮面对人生困难阶段的态度 负债50万其实很多了 对于当普通老百姓来说天文数字 可怎么办呢 不还是得面对吗 总能解决 我现在看过好多人 小皮是什么小年轻 你遇到点困难 哎呀我活不下去了 我要嘎了 现在对于这种货 我也不想劝了 只是给有这种念头的各位 拜托一件事情 你们要下去了 找一个我高中时候特别好的朋友 他头两年告诉我了断了 跟他说一声 当时他那个劈腿的女朋友 现在跟老公过得特别幸福 生了个儿子 当时他公司里面一直难为他那个领导 也是没有被辞退 而且悲黄腾打升职了 现在风光无限 当时排挤欺负他那些同事朋友们 现在也是各顶段的小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总而言之 他当时讨厌的这些事情 一个都没有改变 你要说产生了哪些改变呢 也就是他爹 在他挂掉之后第二年就悲伤过度 跟着走了 剩下他妈一个小老太太 现在眼也哭瞎了 听见哥哥没羞辱上 炖打米饭汁 无依无扣 挺可怜的 让他在下面没事的时候 多上来看看他妈 千万帮我把话带到哈